现在有四成都是卖到中国大陆去 对不对 这个蔡委员 所以现在巴西在焦虑 但是澳洲正在开心中 这个叫牛肉大战 不过澳洲的牛肉产量最近下降了不少 因为澳洲天气最近这段时间 不利澳洲牛肉的生产量 听说掉了不少 那这个巴西现在可能还可以维持到40% 可是巴西人当然会希望卖得越多越好 去年40% 今年50% 最好明年60% 路远 对 不过中国的船在运 而且听说华为会帮忙卖 所以没有差 但是这个很自然的 因为中国市场不可能让巴西独占 有个三成以上 巴西的朋友有三成以上就不错了 不过澳洲牛肉是比较竞争力 这是事实 因为澳洲的牛肉在某种程度 比较竞争的品质比巴西还好那么一点点 我没有比较过 我不晓得 听说如此而已 不是 它的运动也比巴西发达 所以它的肿牛跟牛肉的熟成 程度稍微比巴西好一点 因为巴西跟阿根廷都是放养 对啊 那巴西每一年从中国大陆出口 像这个去年出口那个什么 这个小麦玉米 玉米赚了很多钱 那牛肉赚了很多钱 他当然希望这条 这个黄金路线不要被别人抢走啊 这一次我们看到金砖外长会议 大陆外长王毅呢 那么他希望这些国家们 大家要共同合作 而且还强调了南南合作 他特别也指出 现在呢 有国家为维护 单极霸权地位 把经济金融手段工具化武器化 世界经济的复苏就面临挫折 现在全球南方不再是沉默的大多数 而是觉醒的新力量 所以大家一起来一起努力来合作 不过在这一次呢 倒是注意到一个漏网镜头是什么呢 大陆外长王毅他其实呢 也跟多国的外长共同会谈商讨合作 之外 当然你不要说 一定是有金砖国的成员 不过呢 他甚至啊 你看这次你以为 应该会有印度外长苏杰生 但对不起 他没有来 结果派了代表团的这一位团长来 但是他来参加呢 却是在大陆外长王毅 已经见过好多六国的外长之后 才轮到他 并且根据我看到的这个画面 短短30秒的寒暄 然后就结束了 谢谢大使 我们这次看到的是 王毅很显然就是 你跟我理念一致的 我们就好好合作 看看要怎么样能够扩大 我们的这个努力 可是呢 如果对于一些理念 比较不一致的 是不是就轻轻带过 大使 对 其实印度去年他是 轮值主席过 他事实上在扩容上 他就已经搞了一些花样 那么所以就变成 因为他不愿意太多的这个回教国家进来 印度是回教国家里面的敌人之一 因为他境内 他对他境内的两亿回教徒 是迫害了一塌糊涂 最近印度大选 很多印度的回教社区 里面都出来抗议说 我们没有拿到选票通知 我们根本就没有被通知去投票 我们明明这边一个村子都是回教徒 这个都没有拿到这个投票单 所以事实上印度对于回教中间 是有很大的 那他所以他当时不愿意向埃及啊 这种把这个沙特啊 这些大的回教国家进来 那这些国家进来以后 印度的角色 第一个就被冲淡了 本来说实话 你看这个金砖五国里面 印度说实话 应该是这个平均国民所得 还有社会最不平等 最最差的国家 那他就本来就是有一点的 舔裂这个刁尾 那事实上的话 这些国家进来以后 印度自然也被排斥了 所以在光在金砖这个领域 说实话过去中国大陆还要怎么样 还要怎么样 还再怎么样维持跟印度一个表面的关系 现在金砖 印度在金砖里面 基本上已经是边缘的边缘了 根本王毅懒得理他 所以呢 这是很现实的 那这个金砖国家 其实讲这个南南合作 这个在国际社会 这是老议题啊 这个从二次大战结束以后的国际社会 从1955年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 当时的这个 印尼的这个 这个这个 印尼举行的这个金砖国 就是说不结盟会议 万龙会议 就开始合作 是 可是一直合作不起来 当时的意识形态是很分歧的 大国之间是要推行共产主义的 那所以就是说 基本上有一些分歧 可是呢 中国大陆走上改革开放的路 俄罗斯瓦解 俄罗斯当时属于第一世界 中国大陆走上开放 事实上跟当时的南方国家 在这个发展路线上也分歧了 可是呢 现在这个所谓的 全球南方又结合起来 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大家共同对美国的霸权 还有美国集团的霸权 有共同的受害感 跟怎么讲 想要改变那个秩序 这个情绪又出来 还有另外一点 就这里面 不只是只有南方国家 有些那些半南方国家 比如说 你说俄罗斯是南方国家 土耳其 土耳其 这些国家是军事强权 所以这个力道线非常强 两大军事强权 另外还有什么 金主也进来了 谁 沙特 沙特 中国 中国有18兆的GDP 那再加上愿意拿钱 为什么呢 他成立了新开发银行 所以这个南南国家 第一个你要有枪杆子 第二个你要有钞票 现在两者兼具 所以这一次的南南合作 全球南方 是真的可以跟北方国家 就是那些英美集团 可以抗衡了 是 来蔡委员 那现在呢 大家就要发展怎么样 从交通 从一带一路的建设 是最快 最显著的吗 现在我们看到 王毅见到泰国外长的时候 就说要加速推动中泰铁路等大项目 早日实现中老泰联通发展的构想 那现在呢 是不是真的越来越快 泰国是有一条 准备做一条高速公路 跟中国合作 然后从这个中国到老沃 有人叫老抓 那一直到泰国这条铁路 到了辽国老沃这条路线 已经通车了 国际班车客运货运都非常顺畅 而使得这个辽国的这些首都附近 的这个经济啊 这个发展的非常的快 但是到了泰国这一段 好像似乎动作慢了一点 有各式各样的原因 可是这个泰国的外长 见了王毅谈到这一条 是要很不好意思的说假炎炎 意思是我们泰国人做事比较慢 可能有其他政治因素 不完全是做事比较慢的关系 不过这个急的是泰国 又你不急 中国急什么嘛 对不对 反正这一条最后有一天 是要拉到哪里 还要拉到这个马来西亚 还要拉到新加坡 这一条这个叫做亚洲什么铁路 洲际铁路这个 这个最早想的是谁啊 讲的不是中国 想的是马来西亚的总理 马哈迪 你看当时他多年轻 现在已经退休了 对不对 这个还拉到老窝而已啊 所以东南亚办事比较慢 我们就慢慢来吧 好不过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喔 快点购618狂欢年终器 超啥优惠等你来拿 全场购物最高想10%回馈 还可用100元加购中天文创经典商品 赶快加入抢购行列 并输入推荐码想更勾折扣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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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